看著超級巨大的路數 就壓在小貨車上 所有人好想幫忙 卻不知道從何下手 阿北第一時間拿來小店 去幫忙 去斷樹幹 希望可以減輕重量 幸好車內的人 還可以跟他們對話 只是小貨車車頭 幾乎都已經完全被壓變 要沒 下面的感覺 終於趁到警銷人員 趕到現場大型破壞工具 金柱立刻把人救了出來 3號上午11點多 花蓮玉里台30線上 一輛小貨車車上的副子輛 從酌青村響 乘著上午風雨還沒那麼大的時候 去鎮上採買房台物資 結果發生意外 被倒塌的路數砸中 一度受困車中 好雨下不停 雨刷根本來不及清除雨水 路邊滿地都是被吹斷的樹枝落葉 這裡是台九線東竹路段 坐在車內也能感受到 車子被風吹得不斷搖晃 也得要小心旁邊路數 就怕發生意外 海魁颱風直撲台灣 就在暴風圈裡的花蓮 一度刮起了八級的搶陣風 超大的帳篷都被掀起來了 這會飛走了啊 快要的 走了 走了 趕快 趕快 不亂怎樣 早上花蓮車站旁的超大帳篷 整個被先翻倒地 置駕與帆布都脫落掉下 幸好沒有發生危險 也提醒民眾 沒事真的千萬不要出門 TBS新聞高中 藍廷林立花蓮廠 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